他根本就没有良心嘛 你从刚刚的毒品事件 不就能看得出来吗 这个政党为了他的意识形态 不管你民生或是工业用电够不够 台湾的经济将来会溢于湖底 为了选票 他可以让台湾的孩子不要扫毒 光是安非他命 就可以让你一辈子挂个尿袋 但是他为了选票 这些他通通不在乎 更不要说更厉害的毒品 为了去中呢 那当然更不要讲了 我唱一首歌给大家听 我听传令 应大夜深 何方应笑 且虚心 这些优美的古文 在在建构了我们的文化史观 但是他不要 他为什么不要呢 因为从此以后 你们这些年轻人被我灭制了以后 注意去古文不是光去中而已 它里面含有很博大精深的道理 比如说这个设计为重 均为轻 但是在蔡英文执政的今天 他当然不希望 这个名为本设计为重 均为轻这样的事情发生 当然是要均为重 所以这些博大精深的道理 都被他讲成是什么 封建八卦 这个封建遗毒 这些是封建的遗毒 造神 造神 对 所以我觉得 基本上他没有一点点爱台湾的心理 他现在把台湾的学生 弄成这个样子以后 以后在两岸学子的竞争中 台湾的学生一点竞争力都没有 从这里面开始去混淆 然后再把跟中华文化有关的东西 一一把它消除 所以他自己要兼中华文化总会 那国以日报他要怎么对付呢 他要求官方的董事要够办 他说我要够办 够办就可以主导董事长由谁来当 然后就可以 定出将来整个报社的方向 你看政府的时候 除了把赵沙康的电台干掉 然后自己弄一个客家台 今天又看到他进入媒体 然后这种手段 你看到多么的憋劣 六年前蔡英文要跟马杨九选总统 那人家讲说你们民进党的大陆政策 很烂啊 以蔡英文现在执政一年多 你就可以看到他所有受的大陆政策 他不承认九二公司受的影响 我们现在首办的活动 其实都是最后一届 大家看世大宴怎么光光 这是最后一次将来不会再办了 他去巴拿马 这是最后一次去巴拿马就断交了 就都是最后一次 他参加了世界卫生大会 都是最后一次就不能去了 以前为什么可以 以前都是马杨九留下来可以给他弄 包括四大印 对 蔡英文他每一次办的活动都是最后一次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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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